拜登要给日本提供核保护 是对中俄的赤裸裸的核威慑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观看科军论评 4月10日美国总统拜登 与日本首相安田文雄举行会晤 白宫发布的美日领导人联合声明称 两国的目标是建立一种 符合目的的全球安全伙伴关系 美方强调将坚定不移的承诺 利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所有能力保卫日本 从美日联合声明中 我们可以看出两个问题 一是美国承诺利用包括核武器在内的所有能力保卫日本 这是美国对中俄等国的赤裸裸的核威慑 在印太地区有能力构成对日本威胁的国家 也只有中俄和朝鲜 很明显这是有所指的 二是美日同盟的升级 说明日本的外交和安保政策进一步向美国靠拢 将给地区局势带来不稳定因素 那为什么美日飞在这个节点上要举行峰会呢 首先啊 美国的目的是利用日本菲律宾巩固第一岛链 让他们做反华的马迁卒 最近美国一直拉着日本和菲律宾 要建一个涉台涉海的小三角 日本和菲律宾也仗着有美国的支持 很卖力 一个在东海 另一个呢 在南海不断挑衅中国 但他们不知道的是呀 这是拜登的一个继母 利用核保护伞 美日安保条约 加强美日安全合作 维护南海安全和航行自由等协议 把日本和菲律宾绑上美国的反华战车 让他们冲在第一岛链对抗中国 而美国呢 已经把高价值武器装备撤到第二岛链的关岛 所以啊 对于日本菲律宾来说 一旦陷入军事冲突 受损失的是他们自己 而美国本土呢 不会受到影响 其次 拜登要给日本提供核保护 是对中俄等国进行赤裸裸的核威慑 为什么这么说呢 大家看 在印太地区 对日本构成核威慑能力的 只有中俄和朝鲜 中国早就声明 不首先使用核武器 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 俄罗斯呢 威胁过日本 说感动南千岛群岛 即日本说的北方四岛 就将日本从地球上抹掉 那也是在日本先发起战争的情况下 朝鲜呢 它主要的目标是韩国及驻韩美军 拜登承诺用核武器保护日本 这说明日本和美国很心虚 因为他们在搞小圈子 涉台涉海 必然会遭到中国的坚决反对和反制 但如果核大战真的打起来 美国能不能自保都难说 还能去保护日本吗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指出 美日关系不应针对他国或损害他国利益 不应破坏地区和平稳定 中方坚决反对抱持冷战思维 搞小集团政治的做法 坚决反对制造和激化矛盾 损害他国战略安全和利益的言行 中国在东海和南海的活动 完全符合国际法 无可非议 标语岛及其附数岛屿 自古一来就是中国固有领土 中方将坚决反对 侵犯中国主权的不法行为 中国对南海驻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不可争辩的主权 中国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不容侵犯 中国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决心 意志坚定不移 好 今天话题就谈到这儿 欢迎评论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